你来上门做客了吗? 这个说来话长,总之,被打得很惨。 怀师剧烈地呛咳着,你有什么头绪吗? 我也不知道啊。 罗贤疑惑地摇头,不过这么多上门的学员里,你是被打得最惨的,看起来你很被看好吗? 看好个屁啊。 我就是没乖乖交钱办卡。 怀师艰难回头,看了看那个坐回椅子上淡定喝茶的鸡肉老头,那位是你的爷。 对,罗贤点头,是我爸爸。 怀师错愕地看着他年轻的样子,又看了看那个老头那一张七八十岁的面孔,再想想他刚刚堪称鬼神的表现,不由自主地感叹,真猛啊。 又再说奇怪的话了。 罗贤笑了笑,抬起手指,将垂落的头发挽到耳后,虽然我不介意你在这里休息成凉,但你可以让我过一下吗? 说着,指了指被他卡住的电梯门。 抱歉。 怀师勉强地蠕动了一下身体,只挪了不到一寸,看来一时半会儿动不了。 没关系,只要闭上眼睛就行。 罗贤依旧微笑着,好像说出了什么了不得的话。 紧接着,不等怀师反应,缓缓起身,裙摆在风中微微飞扬而起,然后,向前迈出了一步。 怀师慌忙地闭上了眼睛,只听见凉鞋的高跟落在了自己的耳边。 在一阵带着微弱香气的风中,有温柔地,裙摆从他的鼻尖上扫过去了。 脚步声渐渐远去。 直到许久许久之后,怀师才缓缓地睁开眼睛,躺在鼻血积蓄成的血泊里,沐浴着空气中残留的香水气息。 苍白的脸上满满的全都是震撼、震惊、震荡、震波,反正就是震到脑子里一片空白。 妈爷,健身房真刺激。 诶,被打得很惨吗? 大厦之外的停车场里,摇下的车窗外,路过的男人端向着李剑琥珀手里的屏幕,嘖嘖感叹,看起来罗老师挺喜欢他的吗? 李剑琥珀叹息,局长,你这么莫名其妙地出现,很容易吓到人的。 抱歉抱歉,我下次注意。 大表哥咪起笑了起来,我记得你当时被罗老师教训的也很惨吧? 断了一条腿吧? 眼睛也差点瞎掉。 李剑琥珀揉了揉至今残留着患痛的眼眶,那个筋肉殴吉桑,简直不是人啊,动起手来,完全没情没重的。 实际上,罗老师根本不想带学员的来着,虽然别不过玄鸟书的面子,但送过去的学员都被弄得相当惨,越有天赋的就越惨。 李剑琥珀眉精打采地抽着烟,所以说,你们送我去的是什么,给新人下马威的鬼出训练营吗? 这不是重点培养重点关照吗?对待同志要像是春风一般的温暖。 啊,虽然罗老师的春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。 那是冯风吧? 啊哈哈,也差不多。 大表哥的笑容微微收起,虽然嘴上不说,但比起学生来说,罗老师更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对手吧。 遇到有天资的学生时,手段就会粗暴一点,有时候甚至压描助长,但对于有潜力的人来说,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。 局长我记得你也去过? 是啊。 大表哥的神情尴尬起来,结果被当作朽木不可凋野,根本理都不带理的。 老老实实地健身了半个月,连下巴上的肥肉都剪掉了,结果一招办事都没学会,没办法。 我是那种没什么天赋的人吗? 说到这里,他就毫不介意地露出笑容,对自己的极限早就有所认知和察觉。 小白匠呢? 李剑琥珀的眼睛亮起来,小白匠去过吗? 没有哦。 大表哥摇头感慨,本来应该是他去的,结果没有进门,就被赶回来了,罗老师说是交不了,然后就换我这个不成器的哥哥上了。 李剑琥珀愣了一下,玄机恍然。 也对,十四岁的五阶巅峰,被深渊所加冕的白弟子,哪里是需要别人去教的呢? 生而知之,就是说他这样的人吧。 那种生来就在规格外的怪物,本来就不能拿来作为参考的对象的。 倘若妄图以自己的才能去揣夺他的极限,恐怕所得到的就只有永恒的失落和绝望吧。 相较那一份过分庞大的力量,其余的一切其实都微不足道。 真可怕啊,小白匠。 李剑琥珀掐灭烟卷,问,那怀尸呢? 不知道,但我觉得,罗老师多半会失望吧。 陈寅片刻之后,大表哥如是说。 天资不足吗? 不,与其说天资,倒不如说志向所在吧。 大表哥自嘲地笑起来,怀尸那个家伙,多半不会让罗老师称心如意的,要说为什么的话,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难让人如愿以偿的人啊。 莫名其妙。 李剑琥珀收回视线,似是听懂了,又像是讨厌这种云山雾绕的玄机。 不论如何,那位家伙也算在新秀赛之前拿到最重要的经验包了。 李剑琥珀又点燃了一根烟,笑容变得幸灾乐祸起来,虽然这个经验包多半不好吞来着。 是啊。 大表哥点头赞同,从手机屏幕上收回视线。 毕竟负责训练可不是什么沉迷健身增肌的怪老头儿,而是50年前不折不扣的怪物级升华者呀。 本明早已经遗失的边境混血,那个如今被称为罗教练的老头儿,可是从不折不扣的战争中厮杀出来的强者。 早在50年前,他就作为雇佣兵而活跃在边境的战场之上。 当时的他可不是如此慈祥和蔼的老人,而是堪称修罗化身的嗜血生物。 纯粹论杀人的记忆,不论是赤手还是兵机都是登林、绝顶的怪物。 在他最巅峰的时候,甚至能够在三个小时内击破天竹的六道轮回之轴,他在恶鬼道和畜生道所留下的平分,至今无人能够突破,牢牢把持着天竹的维持谱系中鬼畜王的称号。 这样的人,哪里是什么温柔善良又体贴的家庭教师呢? 应该说不折不扣的魔鬼教练才对啊。 倘若他前路未觉的话,如今的冬夏就会是另一番气象吧。 真可惜啊。 李剑琥珀回头,问道,对了,诗匠,他的名字。 嗯,准备离去的大表哥回头。 他的名字,从来都没有对人讲过。 嗯,毕竟是被他亲自抹除的过去嘛,我们这些无关的人最好就不要深究了。 大表哥活动了一下关节,回头笑了笑,挥了挥手之后走进人潮中去了。 李剑琥珀在原地愣了许久,忍不住摇头叹息。 什么呀,一个两个的,都这么往事不堪挥手的样子。 关上了手机屏幕,李剑琥珀将烟卷丢掉,摊在了驾驶席上,轻声嘀喃,好想吃拉面啊。 健身房里,一直到晚上十点多,所有人都走了之后,怀尸才终于有了点力气,从地上爬了起来。 然后第一反应是手足并用的踉枪爬起来,冲进了健身房里,又摔了一个狗啃泥。 然后,看到走到自己面前的老人,这么晚了,还有事吗? 罗老拿起茶壶滋了一口加了蛋白粉的浓茶,蹲下身端向着他,笑容愉快。 教练! 怀尸抓住他的手,期待地眨巴着眼睛,好像快要泪流满面那样,我想学打架。 好啊! 罗老微笑着,拿起了旁边桌子上的POS机,放在了怀尸的面前,小伙子,健身游泳了解一下,咱们先办张卡。 怀尸的表情抽搐了一下,我这么有诚心,你难道不应该网开一面清囊享受,还管吃管喝吗? 哪儿的话呀? 小鬼,三十年前这种Jump剧情就不流行了,我教你砍人,你给我钱,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 罗老不为所动,一天十万,看在你姑且还胡伦着的份儿上,给你打个折好了,东下园就行。 行吧! 怀尸捧着钱包,猫猫流泪地拿出了一张刚刚办好的信用卡递过去,可罗老扯了半天,竟然没把卡从他手里扯下来。 你倒是撒手啊! 我舍不得啊! 怀尸犹豫着问,要么,咱先办十万的。 一天? 罗老鼻孔里吃了一声,也行。 一天? 你想什么呢? 怀尸瞪大了眼睛,抬起双手,给他看十根手指,我是说,今天那种类型的体验课,给我来十次。 在寂静里,老人愣在原地,好像第一次看到抠门都抠得如此骨骼轻奇的学员。 目瞪口呆,你还真是,要钱不要命啊,小伙子。 反正,你又不可能把我打死。 怀尸光脚得不怕穿鞋的,抠着鼻孔说,打不死你就往死里打了。 第一,随着POS机发出的清脆声音,罗老抬起头,露出鬼秘又期待的笑容。 敢让我这么当陪练的人,还真是第一次见啊。 你不会藏私吧? 怀尸狐疑。 放心,既然收了钱,我就会倾囊向寿,能学多少都看你。 老人咧嘴,面目上鼓起的肌肉中露出了兴奋和争鸣。 做好准备吧,小鬼,从明天开始。 我们一天一刻,就算你哭出来,趴在地上求我,我也不会停下的。 啊,求之不得。 少年盘腿坐在地上,凝视着那一张怪物的面孔,针锋相对地凝视着他的眼睛。 无声地,咧嘴微笑。 您老还有什么招数的话,就放马过来吧。